大家好,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同仁园 上期视频中提到的韶平殿村就位于这同仁园上 还有秦市的紫阳城,汉市的坝陵城 魏晋世纪的坝城也位于这同仁园上 同仁园实际上距离坝河不远,就在坝河东岸 同仁园和历史谜团有关系 即公安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 为了巩固统一后的国家 收缴天下兵器,聚集于咸阳 融化中铜水,铸造成了十二铜仁 铜仁的高度不等,最高的约16.24米 重量也不等,最重的大概有87吨 如此巨大的铜仁,利于鹅旁宫前 七世旁磅,威武壮观 可惜秦只持续了15年,西汉建立 西汉又将这十二铜仁搬到了长安城 利于长楼宫前,六四百年后 即东汉末年,董卓火烧洛阳 结合县地来到长安 来到长安城后,董卓将十二铜仁中的十尊 融化成铜水,制作成了钱币 这样就仅剩下的两尊,又过了大约三十年 到了曹卫政权时期,曹卓的孙子曹锐 又将这两尊铜仁搬往洛阳 在搬往洛阳的途中,经过这里 因为铜仁太重,于是就将铜仁遗弃于这里 故这里留下了铜仁源的名字 铜仁自此,下落不明,成了历史谜团 也有专家说,铜仁的命运到此并未结束 大概又过了约一百年,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 后照的,石乐的,侄子,石虎 又将两尊铜仁搬往叶城 也有说中途沉入黄河的 搬到叶城后,又过了大约三十年 到了前秦福建时期 福建又将两尊铜仁搬回了长安 因为经济问题,并将两尊铜仁融化成铜水 制作成了钱币 自此前后经历了六百年 铜仁辗转东西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销毁的命运 可是还有专家说 实际上鱼下的两尊铜仁 在曹操的孙子曹瑞时期 就已经分开了 其中的一尊留在了长安 及今天的渭阳区张家谷一带 另外的一尊留在了霸城兰 及今天来到的铜仁园 也叫洪庆园 当时应该是卡在了一处低洼的河道里 后被泥沙所埋 众说分云 我们今天就一起实际来探访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